住的是中台杜苏瑞 他的路径又往南修了 对北台湾的影响相对的减少 不过气象局呢 已经在稍早的8点半钟的时候 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而且呢将会在明天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 最新的风雨资讯 交给私人记者张允熙 确实气象局是在稍早晚间的8点半 已经发布了今年第5号台风 杜苏瑞的海上台风警报 气象局也说了 明天就会发陆警 因此明天就会是海陆警 启发的状况 而杜苏瑞的台风会怎么影响我们呢 从最新的路径来看 事实上路径是一直不断在往南修的 大家还记得吗 它原本可能是个穿新台的 现在只会是擦边球了 特别是北台湾的部分 可能已经在这个暴风圈范围之外了 影响性对北台湾的民众来说 相对是比较低的 不过呢 因为它的强度在往台湾的过程中 还是一路在增强的 可能会达到中台上限 或者是强台的等级 它的七级风暴风漫进 也可能达到300公里 所以就算距离我们远 其实影响性还是在的 特别是包括了东南部 还有南台湾的民众 都要特别的注意 不过接下来它会怎么走 影响性是大是小 与是多是少 还是要看它到底是怎么走的 而在5号台风之外呢 紧接着 其实气象专家贾欣欣 他已经提到了 在周末的时候呢 第6号台风 它的声情几率就蛮高的 也蛮值得大家密切的来关注 气象局已经在稍早8点半的时候 针对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锐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随着台风接近 我们先提醒巴士海峡航行 及作业的船只 应该要严加戒备 我们先从卫星云图来看到 台风目前的位置 今天晚上8点 台风是来到台湾的东南方 大概790公里的海面上 过去这段时间 台风强度有略为增强 目前是中度台风 我们预计未来一天 这个台风会以西北转 北北溪的方向 逐渐的往 旅宋岛东北方的近海前进 暴风圈将逐渐的 构到我们的巴士海峡 因此气象局针对 巴士海峡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在明天25号 算是外围环流开始 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 沿海的风跟浪会逐渐增强 东台湾的降雨呢 也会越晚 降雨几率越高 而到了26、27号 将会是台风影响最多的时候 在26号 东半部恒春半岛 可能会出现大雨 或是局部性豪雨 那沿海的风力的话 也是比较强的 到了27号 除了东半部的风雨持续之外 南部地区的风雨 也会逐渐的增强 甚至中北部 可能也会有间歇性的风雨出现 要到28号台风 进入中国大陆之后 风雨才会有 逐渐趋缓的倾行 就算台风不会登陆 但是周二到周四 还需要严防强风 好雨 那么哪些地区首当其冲呢 再请允熙为我们说明 杜苏瑞的路径难修 但它对我们的影响 还是蛮强的 不能轻忽 要特别来看 周二受到台风 外游环流影响 在迎风面的部分 特别是东半部 还有恒春半岛 就会感受到它的降雨了 而周三台风 会走到我们的南边 要特别注意的呢 就是包括了花莲台东 还有恒春半岛 这个雨势 相对来说 是会比前一天更加距的 而周四的时候呢 台风走到我们的西南侧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气象资料 相对来说是比较旧的 在路径难修之后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还是在花莲台东 另外还有在台南 高雄跟屏洞的部分 其实降雨是有可能止暴的 特别有以台东 气象局也特别提醒 这里的降雨量 累积雨量预期会是比较多的 下雨下到子曝 时间其实要注意 从周二外围还流 开始影响我们 一路到这个台风 其实到周五的上半天 才会登陆中国大陆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的几个地方 都还是要来注意 有可能会有致灾性的雨量 另一方面天气风险也提醒 大家直接讨论的都是降雨 风也不能轻忽 特别它的七级风暴风慢径 达到300公里 强度是蛮强的 各地可能也会感受到蛮强的风势 继续还要来看的是南韩 南韩迎来美雨封面 暴雨其实在这个地方 已经下了半个月了 位在南部的光州 木浦等城市 都成为了重灾区 连日的暴雨也让菜价飙高 因此呢 比这个台北市面积还大的耕地 现在全部泡在水里 总统尹锡月的支持率 也持续下滑 记者一边连线 特别是广告 在广州中 在广州中 在晨晨 在60mm 之间的风格 老乌的屋顶更是直接被大雨冲毁 南韩这场暴雨下了整整半个月 已经累计47人死亡 将近2000人无家可归 不幸好雨季应该快看到终点 虽然每雨季进入尾声 但南韩人可别高兴得太早 因为接下来还有杜苏雷台风来交局 不仅菜变贵了南韩的农作物也因为这波暴雨损失惨重 像是全国烟水的根地面积为3万5千公顷 相当于1.3个台北市 此外有87.1万头身处还有多达76万只鸡都因为暴雨死亡 这些都让南韩民众接下来物价可能会有感上升 打破好不容易控制的2%物价水平 尽管南韩政府表示会针对这些涨价的蔬菜寄出优惠折扣 但尹熙悦这一次的救灾表现依旧被评为不及格 从雨灾一发生 尹熙悦就作证首尔说要全力救灾 官员们也朝野全部动起来 尹熙悦就作证首尔说要全力救灾 尹熙悦就作证首尔说要全力救灾 指挥救灾南韩民众对政府的灾情 应变速度依旧不买单 TB新闻综合报道 再关注俄乌战争 俄罗斯在周末期间又从海陆空三路轰炸 乌克兰港口城奥德萨 这次发射了19枚飞弹 还摧毁了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东正教教堂 事发当时民众拍下了教堂瓦砾 残骸四散还冒出熊熊的火光 当地的居民也投入抢救教堂内 珍贵保护的行列 四周一片黑漆漆 奥德萨救难员再次摸黑抬出伤者 中间还得拿出破坏器材清除通道 黑暗中一名老人家一搏一搏 踩着碎石块撤离 就怕再晚一点又遭炮弹追杀 俄军周末照常狂烫乌克兰港口城奥德萨 这次还毁掉有200多年历史的东正教老教堂 事发第一时间民众焦急抢救 现场直击瓦砾残骸散满地 祭坛中央还冒出火蛇 这座老教堂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保护 被袭击前里头装饰金币辉煌 如今却成了断源残壁 天花板吊灯摇摇欲坠 员工底下的梁柱更是严重歪斜 恐怕随时有进一步倒塌的风险 我孩子们都学习 我们都参加了 这座老师 这座老师是美丽的 这座老师 我们都不断变成这样的状态 白天许多民众聚集教堂外 忍不住悲从中来 俄罗斯自从上周 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 连续五个晚上轰炸港口地区 这次发射19枚的飞弹 当中包含反舰飞弹 看准的就是奥德萨缺乏防空系统 不过俄军狂轰烂炸的同时 克里米亚半岛也不平静 周末乌克兰成功派出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处弹药厂 许多民众从远处就看见天空中飘散浓浓黑烟 与此同时 乌克兰海妖特种部队公布震撼画面 坦克大军大阵仗演习 暗示随时上演更大的反攻 美军先前提供的急速弹 正式放上乌克兰战场后 俄罗斯三天两头拿来做文章 这次还指控有记者被害死 四名在札波罗热采访的俄国记者被波及 其中一人伤重死亡 对此乌克兰方面没有回应 美军的构线有点失败的率 就像我们说的在商业上 乌克兰反攻面临的难题 还有俄军为了防守挖掘的层层战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像个例子 但这种挺进豪沟的经理画面 并非经常发生 因为俄军如果补给充足 就不会轻易撤手 俄军近期开始疯狂开挖豪沟 美军退降行龙 过去六个月 俄军挖掘的豪沟规模 还有布下地雷的面积 恐怕有如福州整大 体体新闻综合不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CNN访问 透露乌克兰目前已经收复了五成尸土 要躲回更多领土将会是场硬仗 再把时间交给云西 乌尔之战去年二月开打 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不少的土地 而乌克兰受瞩目的反攻 在这几个月展开了 外界一直认为说 其实看不出来有太大的成效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提到 其实乌克兰已经收复五成的尸土了 但是布林肯也提到说 接下来要收复更多 恐怕就会是一场硬仗了 他也提到说 这一回大家受阻的反攻 目前还是在一个早期的阶段 接下来还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乌克兰到底收复了哪些地方呢 主要还是以乌南的村庄还有巴赫姆特周围为主 另一方面大家关注的俄罗斯的重兵区 目前看来乌克兰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不过乌克兰接下来会获得更多的援助 包括了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美国之前才开了绿灯 同意乌克兰可以获得F-16的训练 还有维护上的协助 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盟 8月就会在丹麦开始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 另外也会在罗马尼亚来设立训练中心 事实上乌克兰长期都向美国提出 他们想要F-16的这个要求 而美方一直以来 也都是乌克兰相当大的资助者 美方迄今提供乌克兰的军援 已经达到1.2兆台币了 乌克兰这边说已经收复了5成的尸土 不过在俄罗斯这边白俄罗斯这边 却说其实乌克兰的反攻是整个失败的 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呢 其实现在乌克兰第三机械军团 开始突袭俄兵藏身的豪沟 不过俄军也埋下大量的反坦克地雷 让乌克兰其实也是难以进攻的 布林肯坦言说 其实乌克兰之前是有收复尸土 没错但是现在已经陷入苦战 而俄罗斯总统普清跟白俄罗斯总统会面时 则是更大声地说乌克兰的反攻已经失败 瓦格兰傭兵团甚至放话 往西去吧 似乎不惜跟北约一战 步步进逼俄军藏身豪沟 乌克兰第三机械军团 在枪林弹雨中往前冲 手标弹攻势 额巫两军豪沟对峙 从空白看到彼此距离只有大约10公尺 突袭成功不止火桌俄罗斯战俘 还有其他战利品 但影片里看到的只是反攻战场成功案例 乌冬进攻困难 在南部战线其实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透过无人机回传画面 监看战场动态 他们最知道反攻难打问题出在哪里 关键之一就是俄军埋下大量反坦克地雷 出动扫雷部队遥控引爆 只有在排除地雷后 像这种大盾位美军布莱德雷战车 才有办法前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CNN专访老实说 但布林肯表示他并不会太担心 不过针对反攻停滞 俄罗斯总统普钦自己有一套说辞 普钦当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面说 反攻已经失败 两位领袖在瓦格纳兵变后 首度跑到圣彼得堡会面 除了讨论乌克兰 卢卡申科也跟普钦报告瓦格纳动向 难道瓦格纳想要惹北约禁军波兰了吗 不管卢卡申科是不是开玩笑 其实自从瓦格纳进驻白俄罗斯 波兰就增加边境防卫军数量 不过俄罗斯和白俄总统大放厥词 讨论战局的时候 莫斯科周一凌晨又遭到无人机攻击 大楼顶端外墙破损 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俄罗斯很快就指控两架无人机是从乌克兰发射 也强调全数成功拦截 TVS新闻座报导 我们继续来看赶在都苏雷台风之前 国军的汉光演习如期的展开 操演了第一天空军主力军机 还有防空以及反舰飞弹部队都按表操客 进行战力的保存 包括已经取消原定在周二登场的 丰年机场起降 想定的情境都是要赶在开战之前 将国军的主战力 以防到花东作为反击的准备 不过这两年 共军的军机跟军舰 早已经是常态化的出没在台湾的东部海域 那么因此行之有年做法 现在也备受质疑 新竹激励幻象2000 和台中清泉岗的IDF挂载武器升空 和C1三栋运输机 用最快的速度以防花莲 汉光三九号演习正式展开 国军各地部队进入战备 不过今年多了另变数 汉光演习第一天战力保存阶段 可以看到苏雷港里面 已经没有任何的主战舰艇留在这边 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要进行 海上的战力输泊 但因为台风杜苏瑞的影响 这一次已经有许多船只提前 前往其他军港进行防台靠泊 实地来到基隆港 只见原本要残延的成功级巡防舰 船头已经固定 避免因为飘动造成碰撞 台风搅局程度目前还是未知数 战力保存大部分的科目 特别是东岸如墙进行 因为敌情威胁不等人 制航基地内 爱国者飞弹车陆续向外转移阵地 在台九线上奔驰的 还有海风大队的雄二反舰飞弹车 包括远程雷达也拆卸包覆 再往部署位置 作战想定就是防范解放军机舰 从东面进犯 上周五共军机队编组 态势形同两侧包夹 八架尖石在中线迂回 反潜空中机组在高雄西南方 而轰六运九通信对抗机 再次触及我国东南空域 其中无真7航机的最北端 更是已经来到花莲外海远处 其中无真7是一种 高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 一方面它可能是想要用 无人机来侦测 台湾在东部部署的动态 包括兵力转将 战力输博的情况 作为它作战的依据 跟目标的标定的参数 另外一方面它很有可能是 因为这个区域 如果说美军可能要 对台海经济支援的话 它可能会做长城武器的 目标搜索跟标定的任务之用 确定因为台风取消的 封年机场转将 原先规划的用意就是实地验证 空军基地或西安机场 被炮火摧毁后 备用场地即刻运转 替战机争补油料和弹药的可行性 只是战力保存的既有情势 逐渐被打破 我们可以从四月份 共军的战备进行跟联合力战演习 在第二天 那针对台军的关键目标的一个 攻击的视频 共军对我们在东部的相关的 战力保存 或是我们相关部署 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 当然在那个地方训练活动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也是在模拟 未来若真的开战 可以按照他所熟悉的战术 战法跟流露来做一个 对国军的相关设施跟舰船 飞机或者是动库做一个攻击 然而包括今年电脑兵器推演 军方依然把国际支援 列入响定之内 台湾有事 国内外直觉想到的有盟 非美日莫属 甚至包含澳洲 澳洲如果是船的话 起码是5000公里以上 搭飞机至少7个小时以上 怎么可能有办法及时的 来到台湾来救助台湾这个区域呢 日本他们保护自己的基地 那个机库数量其实都不足的 弹药数量 飞弹数量也是不足的 所以如果在面对 中国大陆的攻击的时候 日本自身可能都难保了 华府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白兰斯 日前投书蓬勃观点 认为亚洲最欠缺的多边主义 是时候付诸实行 美国 日本和澳洲 该比较北约的概念组成联盟 声明对签署国任意成员的攻击 视同对全体成员国的袭绕 借此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 包括台湾 这个学者之所以会这样倡议 就是因为他想要让领导人知道说 政治上面的决心对台湾来说是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不用耗资巨额的 所以我们至少要给对方有信心 说我们一定会帮你 那真正会不会帮呢 实际上就要看到时候 各个国家他的名义 他的议员是不是会批准总统或是总理 授权出兵来延持台湾的状况呢 参战协助其他国家 涉及复杂的国际政治 在外部力量得以介入前 防卫靠自己 依然是不变真理 TVB的新闻 肖英强业玉佛纵头都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